奔跑吧 奔跑吧生态篇终于开播了 没想到第一集的播出时长 就长达两小时23分23秒 这也是奔跑吧衍生片前所未有的长度呀 周深玩悄悄版玩到飞起来了 周深是真的把自己融入到节目当中了 玩游戏的时候根本控制不住 尤其是这个悄悄版 看他左右摇晃的样子实在是太有趣了 周深真的好好 全程都在爬上爬下 把棍子压来过来压过去 累得气都喘不匀 满脑子都是气球 由于周深体重比较轻 玩悄悄版对他来说 确实有点吃力 但是对于周深 吃力归吃力 咱们还是努力地把游戏玩好 来取得胜利呢 他一直在努力奔跑着 朝着他的方向 无论脚下是泥泞小路 还是康庄大道 无论迎面而来的是风雨还是阳光 沉稳而笃定 宠辱不惊 不骄不躁 这份坚如磐石的沉静 令他在越跑越快 越飞越高的同时 从来不曾迷失 2023广州草莓音乐节火爆开票 周深将演绎哪些经典曲目 广州白云国际时装周三期 2023广州草莓音乐节 将于本月18到19号 正式拉开帷幕 10月25日 11点钟的售票开始 售票十分抢手 周深将于11月19日晚8点至20点40分演唱 售票结束后 无论是学生票 还是预售票 都在第一时间被抢购一空 有了上一次演唱会的成功 周深的演唱会门票被抢购一空 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编在这里祝贺已经买到门票的网友 希望你们能够在19号晚上与周深见面 不但可以见面 而且还可以体验到这场演唱会的无穷魅力 所以所有人都在想 这一次他会唱什么歌 从上一次的活动时间来看 这一次周深大概要唱九首歌 到底是什么歌 小编按照个人的爱好和预期 提前进行了一次预测 希望各位能够踊跃发言 第一首东游 东游是由李克作词 董伟作曲的影片东游中的一首歌 于2019年10月发布 在这首歌中 超过40秒钟的吟诵令人叹为观止 第二部 爱若琉璃 爱若琉璃是王耀光作词 楼祖玉作曲的电视连续剧 琉璃的宣传曲和主题歌 于2020年4月发布 第三号 周深版独白 独白是廖宇写的 惠惠和王子彤的歌曲 是天机之白蛇传说中的一段插曲 在2018年7月发行 第四首曾经沧海 曾经沧海 是田昌夜创作 杨哲作词 于2017年10月发行的电视剧 那片星空那片海第二季的片尾曲 第五号归处 是神令主题曲归处 隐约作词 前雷创作 于2021年1月正式发布 第六部 时间之海 时间之海 这首歌是一人之下的主题歌 王已又将在明年9月推出 并在明年的9月发行 第七首 愿得一心人 愿得一心人 为贺利华庭主题曲 隐约作词 前雷作词 于2019年11月发布 目前已在国内各大电视台播出 第八名 明月传说 明月传说 是战役军作词 前雷创作的电视连续剧 风起霓裳的主题歌 并在2021年1月发行 第九首 童心园 童心园 是一首由曲聪作词 张帅作曲的 广州南沙城市形象演唱的原创歌曲 预计在2023年9月发行 上面提到的九首歌 都是本编辑比较期待的草莓音乐节周深的作品 另外 如果有粤语歌的话 倒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因为这里是粤语区 说说跑南其他人员 时代少年团张真元 来到奔跑吧 成为常驻MC 因此节目组贴心为他准备了欢迎仪式 还弄了小游戏助阵 不过也是真没想到 baby会换成一个男的 张真元紧张地说 自己最近在准备与奔跑吧成员们见面的心情 大家调侃弟弟展开说说 而李晨连忙帮小张解围 说道 我们这一次是个生态片 不是心态片 我们成哥是真的很会说 尽显元老风范 张真元更是笑得蹦了两下 太可爱了 而白露也是让他不用说了 毫无疑问 张真元马上成为了跑男团的新团宠 对于跑男的衍生片 一般观众都清楚 它主要是用来引出主题 和进行一些简单的游戏 然而 这一季的衍生片 却出乎意料地与正片靠拢 其中更是设置了两个卧底 代号笨鸟 如同在正片中一样 观众们被引导去猜测谁是卧底 而凯歌被导演率先放出 另一个则被打了厚厚的马 还用变身器变身 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十分新奇和刺激 也使得整个衍生片充满了悬念和趣味性 不多不说 小编看到最后才知道这个卧底笨鸟是谁 这个卧底实在太厉害了 笨鸟隐藏得非常好以外 两位嘉宾孟子义蔡文静 堪称卧龙凤厨 不仅屡屡在回答问题环节 屡屡错误 而且孟子义怀疑的笨鸟对象 基本就没有正确过 在游戏环节中 范诚诚投掷的小球飞来 孟子义直接交叉不躲开 孟子义解释这是本能反应 范诚诚调侃说 孟子义跳了一段探戈 她立刻模仿探戈舞步 逗趣十足 不得不说在节目综艺效果上 孟姐的综艺感绝对实名认证 绝对不让场子冷了 而蔡文静 居然是第一次来奔跑吧 这是大家完全没有想到的 前面孟姐被导演说 已经是第四次来跑难了 孟姐说自己太闲了 而当孟子义惊讶地问道 你咋第一次来 蔡文静则幽默地表示太忙了 引发全场爆笑 孟子义大笑说闺蜜变迪秘密 这两人可以直接成为女相声演员了 但文静姐的分析 属于直接排除正确答案的那种 第一题的错误答案大象斑马线 被他直接确认是对的 全队直接输掉第一题 卧龙奉处其发力 笨鸟怎能不先飞呢 而老成员方面 老少贤眼包范城城和沙逸 在车上猜测谁是笨鸟 还斗嘴 引发爆笑 成为本集的破圈热搜之一 范城城 你输了把尼墨给我 沙逸 要孩子就过分了 范城城 我和尼墨住俩天 沙逸 这两天将改变孩子的一生 不过沙逸并不知道 范城城对于小孩子非常好 在综艺一起出发吧里面 参加的这期小孩子们都超喜欢她 小朋友都喜欢黏着城城 有这两个卧龙奉处显眼包 跑男子能不好看 而眼生天的游戏 也超级耗费体力 不管是悄悄板压气球 还是喊一声找东西 这已经和正片的游戏强度一样了 甚至还要强一点 毕竟这是在云贵高原之上 大运动量的游戏 刺激的猜笨鸟脑力之外 小编还看到了昆明美丽无比的生态风景 新音宗亚洲歌手 在众多音乐综艺节目中独树一帜 不仅邀请了14位亚洲歌手参与 还以独特的形式展现了歌曲的魅力 这档节目在企鹅的轻力打造下 以其大胆创新的名字 亚洲歌手已经推出 便引起了广泛关注 首先 节目邀请了国内歌手黄岐山 马思维 肖敬腾 杨宗伟 丹依纯 海归先生和陈楚生 作为国内首发歌手 这七位歌手各自具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 有些偏向实力派 有些则更注重流量 丹依纯和陈楚生 作为内地年轻歌手 拥有极高的人气 而黄岐山 肖敬腾和杨宗伟 则以实力强劲而闻名 他们的加入 为节目注入了新鲜血液 也为观众带来了更多的期待 除了国内歌手 节目还计划邀请七位国际歌手参与 其中包括中导美嘉 知不理沙 胡玄珠 RICH Brain Millie Merisat AMON和Tableau 这些国际歌手各具特色 跨越了不同的音乐流派和语言 将为观众呈现一场跨文化的音乐盛宴 他们的加入 无疑将为节目增添更多的看点和亮点 而在这些实力派和新秀歌手之外 节目还空降了八位大咖级歌手 他们分别是Rose 玉智浩二 周深 张珍元 张一星 华晨宇 朗朗和李一珍 其中 周深和华晨宇 无疑是内地歌坛的佼佼者 他们在音乐界拥有广泛的人气和影响力 他们的加入 不仅为节目增添了明星光环 更将为观众带来高水平的音乐盛宴 这档音宗节目 以翻唱经典音乐作品的形式进行敬演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创意 在这个节目中 歌手们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重新演绎经典歌曲 展现出不同的音乐风格和个人魅力 观众们将有机会欣赏到 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之作 同时也能感受到歌手们的情感表达和音乐才华 这档音宗节目的推出 无疑为亚洲乐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众多优秀的歌手展示自己的才华 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通过这档节目 大家可以更好地了解到 亚洲各地不同音乐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和力量 亚洲歌手这档音宗节目 在邀请了14位亚洲歌手的基础上 以全新的形式和独特的创意 吸引了观众的关注 通过翻唱经典音乐作品的形式 歌手们将展现出自己的音乐才华和情感表达 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国界的音乐盛宴 这档节目的推出 无疑将为亚洲乐坛注入新的活力 也为观众们带来了更多的音乐享受 让我们一起期待 这场音乐盛宴的到来吧 最近一段时间 乐坛劳模 实力派唱将周深喜报频出 一个人承包了所有热播剧的主题曲 也正是因为如此 微博上还出现了听歌的速度 赶不上周深发歌的速度的话题热搜 乍一看 这种话题给人感觉多少有些夸张 但事实就是如此 向来都是没等上一个作品的热度彻底退去 就已经带着全新作品向我们迎面走来了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惊喜夜晚会中 神神景庭一己之力 帮助芒果台再次斩获了全网收视冠军 可以在众多舞台表演中脱颖而出 并非偶然 表演舞台首唱了高分电视剧《一人之下》的主题曲《时间之海》 和乐坛天后王妃的乐语代表作《梦中人》被天使吻过的嗓音 开口第一句就惊艳全场 除了歌迷一如既往的支持外 就连路人也都给予了五星好评 看完深深的神仙舞台后 不少路人都纷纷表示垂直入坑 而就在网友还在对其展开深度讨论时 江苏卫视也没闲着 提前公布了2024跨年晚会阵容剪影的相关线索 其中有一个剪影跟周深简直不能再像 线条也好 造型也罢 都可以让歌迷第一时间想到偶像周深 简单一个路透内容 相当于侧面官宣了深深的加盟 江苏卫视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提前吊足全国观众的胃口 尽管还未得到进一步的准确消息 但对于歌迷朋友而言 周深参演江苏跨年晚会的可能性极高 原因并不复杂 因为深深跟江苏台早就结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如果算上今年的话 已经是连续四年参加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了 两者之间的合作 每次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就拿去年来举例 一首光亮加两首外语单曲 为整场晚会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然了 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还是2022年 周深与偶像邓丽君梦幻联动 主办方通过虚拟技术 让邓丽君再次出现在了舞台上 与深深强强联手 一口气唱了三首经典老歌 分别有小城故事漫步人生录 以及周深的代表作大鱼每唱完一首歌 邓丽君都会完成一次变装秀 活生生将一场跨年晚会变成了殿堂级表演 用官宣的话来说 这是一次跨时空的舞台秀 十分钟的演出 没有任何一个费镜头 只有周深跟邓丽君的真情流露 相信不少歌迷都跟我一样 看到两位实力唱将 同唱大鱼这首金曲时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要知道 不是任何人都能跟邓丽君同框飙歌的 在这之前 周杰伦的个人演唱会上 同样采用了虚拟技术 跟邓丽君合作 反观深深2022年跟天后的舞台 摩擦出了很多观众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 彼此之间相辅相成 谁都没有抢戏 能够跟邓丽君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下合作 可见周深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有多高了 尽管距离2022 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了 但与之相关的话题内容 还在持续上升当中 就目前的节奏来看 今年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 全场最大的看点 依然是周深 除此之外 新浪综艺前不久还官宣了一档全新音宗 名为音乐潮计划 节目由江苏卫视跨年晚会主创团队的 原班人马青力打造 不同于传统音宗节目 节目组会邀请20位实力派唱将加盟 其中包括12位专业主流 网络顶流 飞行惊喜 8位音乐公司签约艺人 独立音乐人 以及民间高手 光看节目利益的话 没有人比周深更适合这档音宗了 果不其然 在嘉宾名单当中 果然看到了深深的名字 除了他以外 还有喜剧人大张伟 刘宇宁 李玉刚 薛芝谦 张亮颖 这个阵容 绝对称得上是神仙打架 如果再把毛不易请过来的话就更绝了 值得一提的是 以上歌手都是周深的私交好友 在这之前 共同参加过多档综艺节目 前不久在舞台2023收官节目中 大张伟空降总决赛现场 真人秀环节 与周深疯狂输出 为整期节目贡献了多个出圈名场面 一个被称之为行走的段子手 一个被称之为接耿小王子 只要有他们二人的镜头出现 势必会上演一出好戏 刘宇宁就不用说了 2022年跟周深共同合作了悬疑真人秀 开始推理吧 虽然在豆瓣上的评分不高 只拿到了6.7分 但谁都不可否认 两个阳光大男孩 为节目留下了多个精彩瞬间 同样都是Ost大魔王 再次合作 节目想不火都难 话说到这儿 周深加盟音乐潮计划 无疑会为这档音宗注入新的活力 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派唱将 周深不仅有着出色的音乐才华 还有着幽默风趣的性格 对于周深的粉丝来说 这无疑是一次期待已久的盛世 浙江台友奔跑把声太偏 江苏卫视有音乐潮计划 一档音宗 一档真人秀 歌迷生米周末的幸福又回来了 不知道大家都对周深近期以来的相关路透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收藏 转发 留言 一键三连